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做得风生水起 整个微博全是与自家品牌相关的内容 为了卖衣服 他的套路和常规网游是一样的 转发送礼 开直播和粉丝互动 但是 他在最近一次的直播中却出了问题 张子萱在直播互动过程中 有网游直接说他是小三 他回应称 那些都不是真的 还很疑惑地表示 自己的直播地址是不是被泄露了 跑进来一些别的人 不过他转瞬又想开车 每个人都有不满 骂人只是他们的一种发现途径 尽管骂好了 他们来骂我 跑过去校园里看小孩 面对网游的妈妈 她的心态倒是很乐观 但大家对她否认自己小三身犯的这一行为非常不满 陈鹤自然是守着爱妻的直播 看到网游说张子萱是小三 陈鹤没有回应 只是默默送礼把自己刷到了礼物榜的第一 算是无言支持老婆了 时间已经过去四年 当时的那些事情真相变得有些模糊 所以 张子萱就可以对以前发生过的事情矢口奉刃吗 陈鹤和前妻许敬在一起十四年 不如婚姻才一年的时间 就签署离婚 离婚后的两人依旧可以手签手在综艺节目上秀恩爱 这得有多强大的心理素质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为了挣钱 明星就可以随意地愚弄大众吗 如果张子萱真的是在陈鹤离婚后才和他在一起的 他竟然可以看着自己的男友和前妻在大众面前逢场作戏 小八只小说 这三个人的心理素质 是一个在一个的好 陈鹤出贵事件 至今都在某次条上挂着 详细记录了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 其实陈鹤事件和文章的周一件事件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文章和姚迪作为公众人物带来了负面影响 他们为此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但是陈鹤和张子萱却并未在事业上有太多波折 陈鹤本是演员 现在却成了炙手可热的综艺杆 和林更新的兄弟CP炒得相当火热 张子萱成功嫁给了陈鹤 做着自己热爱的服装事业 该挣的钱一点没烧着 犯了错就承认错误 可张子萱矢口否认不说 还颇有你们都是胡说 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的姿态 这就让人费解了 张子萱和陈鹤最好的做法就是 不要再对此事有任何回应 过去的事不要再提 两人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毕竟不能让孩子也受到舆论的影响 希望张子萱能够长点心 卖衣服就好好卖 不要再乱说话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